我們要減供百分之五 那第二個我們民生用水 我們希望家家夫婦每人每天減少三公升的水資源的運用 那這個很簡單 大概你只要做幾個措施就可以達到了 好比你在洗澡的時候 你如果是用蓮蓬頭那個水的話 可以先用 因為可能是一開始水是冷的嘛 如果你要洗熱水或是洗溫水的話 溫度還不夠你不想洗 我們一般的習慣通通都是把它浪費掉了 那我們先用水桶把它裝起來 這樣的話應該三公升就有了 這個水的話水桶裝的水 前段的這個還不夠熱的水 我們可以做澆灌或做其他的使用 那或者是說你在廚房洗菜的時候 不要像過去用水讓它不斷的流 我們用浸泡的方式也同樣可以達到 那第三個我們台南市政府 目前要提出來就是說 我們安平的水資源再生中心 每天放流水大概有九萬噸這多 可以提供給市民來取用免費 尤其是工地的這個灑水 避免這個陽塵 或是說你家裡有這個要澆灌的 你通通都可以自行來到安平水資源再生中心 免費取水使用 那這樣也可以降低我們水資源的運用 除此的一面 我們可以看到